戴上你的耳机 泡上一杯咖啡 合上你的眼睛 欢迎你来到Cincia热可可的谈话频道 晚安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Cincia热可可的谈话频道 今天想要跟大家来讲的这本小说叫做 欢迎光临梦境百货 我第一次阅读到它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 有一个说书人是我很喜欢的频道叫 然后我一直觉得他讲的书非常的棒 然后有一次在他的现实动态 他就介绍了这本书 再加上我之前就看过他的一些基本介绍 所以我就觉得这本书应该是非常有趣 因为他就讲 韩国JK罗琳横空出世嘛 然后这个标题还蛮吸引我的 因为我就想说 最近已经有很少奇幻小说 能够跟JK罗琳批迪 而且还是韩国出产的呢 我就很好奇 那我相信其实还蛮多台湾人 是有点反韩的哦 不过最近流行像什么鱿鱼游戏啊 还有一些很特别的韩剧 其实都蛮受台湾民众欢迎的哦 这本欢迎光临梦境百货呢 因为它实在是太受欢迎了 所以它已经卖到它实体书已经缺货了 所以现在如果要买的话 它就只剩电子书可以看哦 不过在分享它的序曲之前呢 就是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讲Podcast小说这件事情 其实我在进到Podcast的第二十集之后 我慢慢觉得已经习惯就是讲Podcast的步调 然后也慢慢调整我自己说话的方式 不过我有发现就是同样在做说书频道的人 很多人都是在讲工具书 其实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大家都只讲工具书 可是偏偏在很多点阅率上面 还有听阅率上面都可以看到 就是讲工具书的人 无论是Podcaster或是YouTuber 其实都还蛮多点阅率的 然后如果你的思考逻辑又很清楚的话 其实分享工具书这件事情 其实都是还蛮多说书频道会做的东西 可是我的频道跟大家有点不太一样 我的频道其实比较喜欢去分享 我自己喜欢看的书 可是我偏偏就跟大家不太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我月亮星座在水瓶座的关系 我时常思考逻辑会跟大家有点不太一样 我反而非常喜欢小说的感觉 因为我认为工具书这件事情很吊诡的是 大家都分享工具书 可是实际能把工具书百分之百背出来 甚至百分之百运用到生活的人其实少之又少 很多人在看的当下觉得非常有道理 可是实际上他可能过一阵子就会忘记工具书里面教了他任何方法 比方来讲好了 你讲巴菲特的故事你可能可以 朗朗上口他为什么发机 他为什么会赚那么多钱 然后他是运用什么样的理财知识 这些是他的故事story嘛 然后甚至会写成传记小说你会记得他的故事 可是请问你背得出来华伦巴菲特他说了多少名人 或是他有讲过任何的指导方针嘛 其实很少 所以这就是我对于就是分享工具书的那一种方式 一直感到很疑惑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就是在分享工具书的时候 其实他都是抓重点 那网路上有很多就是教你怎么读书的方法 可是其实我全部看过以后 我就觉得其实就是只有一个重点嘛 就是看工具书的黑标标题 还有就是有些人你可以看到他分享重点 他不是整本书都分享 他可能抓工具书几个 比如说20条里面有两条特别重要 他就可以讲一整篇 那如果他口才很好 他就一整篇都讲得头头细道 可是这个人他真的有把这本书 全部看完吗 其实没有 我的想法就会觉得 其实讲小说这件事情 其实是比讲工具书困难很多的 因为讲小说 其实是必须要把整本书都看完 你才可以很理会 这小说 他到最后想要讲的意涵是什么 甚或是里面的一字一句 或是人物的对话 都有一些情绪的感染力 你必须要把它讲得很好 才有办法让人家来吸引 听你讲小说 可是偏偏小说这件事情 是很少说书人在做的 因为它的点阅力很低 而且小说这整个东西是随手及时 不太需要真的有人出来讲 因为小说看了就看了嘛 它就是一个故事 可是我之所以喜欢小说的原因就是因为 它就是因为要全部看你才能看到结果是什么 所以就更加引人入胜 然后另外我觉得工具书它虽然是对你的生活的一些逻辑能力 还有重点整理的能力是非常有帮助的 可是工具书毕竟不是适用所有的人 它可能里面只有一两条适用于你的人生规范里面 其他可能就全部都是bullshit 或是你根本就看完之后 然后你盖起来过五天就忘记了 或是过几天就忘记 根本不可能真的全部实际运用在生活当中 有时候这本书在讲零风险 另外一本书就在讲零风险有什么不对 有时候你读完这些工具书你反而会觉得无煞煞 可是故事这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就是讲小说这件事情不一样 它就是一个故事它可以让你深刻的记得 所以我觉得如果把故事讲得好的人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我其实在YouTuber上面 我是很喜欢看比如说像脑洞乌托邦 或是小高的频道 或是一些讲故事的频道 我就觉得非常棒 因为我觉得那把故事说得很好 说得引人入胜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而且会让人家对故事有别种诠释方式 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讲说 我还是坚持想要走我想走的路 虽然我现在点击率非常低 而且我觉得我的频道也不知道能够撑到什么时候 但是其实我现在就是怀抱着一股热忱 在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如果我先开头做小说这个东西的话 也许以后越来越多人做跟我一样的主题 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因为现代人生活很忙碌 然后大家都忙着想要赚钱 想要找方法让自己生活 朝向一个成功人士的目标去迈进 可是很少人会想说成功人士是不是需要休息 所以读小说这件事情其实是舒缓你的人生 给你人生当中有一点点慢的步调 那我觉得读小说这件事情 其实对我来讲就是在生活压力当中一个调剂品 你在看小说的过程当中 你会沉浸在那个故事当中 忘记你根本有个烦恼 而且如果这个故事又是一个好故事的话 何乐而不为 你为什么不让你的生活稍微有一段时间轻松一下 你为什么一定要整天读工具书 让自己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 然后让自己呈现一个压力很大的状态 来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照着这些成功人士的守则去做事 当然我觉得我今天分享的主题 跟我分享致富心态的那个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是致富心态这本书我也很细心的跟大家分享 我不是只抓几个重点 而是我真的就是分两个章节两个章节这样分享 因为我相信很多分享致富心态的人的podcast或是youtuber 其实没有把这本书全部看完 甚至我跟我身边所有人跟我讲过说有看过这本书的人 我跟他分享一些细节的时候其实他们是说不出来的 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我替我自己还蛮骄傲的就是 我真的就是都有把书看完 然后甚至我之前分享那本消失的另一半 有人很惊讶说为什么我800页都看完 没错我800页都看完而且我三天看完 我那时候有一个朋友说他800多页三天也可以看完 可是我相信是因为他都抓重点看 可是我是真的每一句都看完 所以大家有时候读书的方式是不太一样 我是真的就是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会把它全部看完那种 所以其实我一直在用大家很不喜欢做事的方式去做事 因为现代人都很想要用快速的方式去做事 可是其实我刚好是相反 我喜欢细水长容 我喜欢慢慢来 我喜欢去从细节去看这些东西 我还是希望有人欣赏我的风格 而且其实我办这个频道也不是真的想要赚钱 应该也没有人真的办了Podcast能够赚钱 好我废话不多说 你接下来来分享这本故事 这本故事的作者叫做李美瑞 他出生在釜山 然后他赐釜山大学主秀财经工程学系 然后他曾经在三星电子担任半导体工程师 后来他就是为了专心创作小说就离职了 真的非常勇敢 不过我有发现其实很多写好书的人 他的背景蛮多是理工学系的 我之前很喜欢的几个小说家 就是我后来去查他的背景 不是数学家 就是那种物理学家 然后要不然就是工程师 真的是优秀到一个不行 然后他这本书 其实是一个募资计划中发表的小说 结果没想到就是募资达标率高达1812% 所以是非常受欢迎 然后他甚至选为年度支书 后来也有就是知名的制作公司 大家听过那个孔流有一出戏叫什么鬼神什么的 我有点忘记我现在记忆力很差 那一出剧的导演把他的版权买下来 然后正在改编抢拍当中 不过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出来 那就不知道 因为很多书每次都说什么要抢拍或什么的 像我上次分享那一本 消失的另一半也说要抢拍 但我也没看到Netflix有发出任何的公道说 这本书真的要被拍成影集或者怎么样 所以Annie我们就再看看咯 那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就是续篇的故事 续篇的名称叫做三徒弟的老牌商店 故事主角是一个叫做佩妮的女孩子 她是一个大学毕业生 然后她在这个城市里面正在寻找她的第一份工作 她很开心地被一家就是在当地非常有名的 叫做达古斯特梦境百货商店通知要去面试 所以故事一刚开始就是她正在准备面试 然后她的面试内容她就想说她不知道面试要准备什么 所以她就读了很多参考书 然后那些参考书的内容也非常有趣 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她的发想非常有趣 她其实是佩妮她是住在一个类似像人界跟神界之间的缝隙 然后这个城市呢专门就贩卖跟梦境有关的各种商品 比如说有卖鞋啊 然后还有佩妮面试的这家达古斯特梦境百货公司 里面就贩卖很多各种不同的梦境 所以她在她的城市当中 她可以看到很多做梦的人来自世界各地 佩妮做那个咖啡厅里面还有一些就是正在做梦的人 就在街道啊或是在图书馆啊或是在鞋店啊 衣服店里面选购一些东西或怎样 但这些人其实都是在做梦的状态 他们的梦的灵魂跑到这个城市里面来 所以这故事的设定是真的还蛮有趣的 我是想跟大家分享序曲里面的一个预言故事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预言故事呢 就是佩妮在K书的时候她就遇到就是城市里面的一个野兽 然后这个城市的组合也很特别 她除了有人类也有矮人族 也有一个叫做夜光兽的 夜光兽的那个样子 你们就想象成有点像是大型的树榻 然后会走来走去 然后她有长长的手全身毛茸茸的 然后手长很大 然后有巨型的前肢 她的工作就是专门就是为这些做梦进到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呢 穿上衣服或是替他们穿上袜子 免得这些人光溜溜溜的走在路上 留爱观瞻 从序曲就看得出来这个故事的结构非常有趣 而且大人小孩都可以阅读 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一个画面 有一个叫做阿萨摩夜光兽就看到她在K书 那他们两个是互相认识的 她一知道就是佩妮要去达古斯特百货公司面试的时候 她就建议佩妮看一本书 那本书呢叫做时间之神与三个徒弟 那这本书其实在那个城市是所有小孩从小到大念到的教科书之一 让我朗读给大家听这个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位掌管人类时间的时间之神 有一天 他一如往常悠闲的享用午餐 可是他意识到自己时日不多了 时间之神叫来自己的三个徒弟 告诉他们这件事情 精神奕奕成熟干练的大徒弟询问师傅以后该怎么办才好 脆弱的二徒弟想到和师傅度过的往日回忆 就默默的掉泪 最后三徒弟不发一语 等着师傅说话 师傅问了 阿萨 我想问问谨慎要深谋免律的女 如果将时间分成三块来掌管的话 在过去 现在 看未来之中 你会想要拥有哪一块呢 时间之神停问之后 老三想了一下 他回答说 先等老大和老二挑完之后 自己再拿剩下的那一块 一旁老练的老大生怕错失机会 就立刻跟师傅说 为了掌管未来 请你别让我和过去产生交集 我想要未来 老大向然认为不要留恋过去 把握未来是最好的 于是时间之神将未来交给了老大 同时赋予他可以轻松忘掉过去的能力 老二紧接着小心翼翼说自己想要过去 老二认为如果能和过去的回忆相伴 那就能永远幸福 永远不会感到遗憾和空虚 于是时间之神将过去交给了老二 同时赋予他无论是什么都能长久回忆的能力 时间之神手握比过去和未来还要小得现在碎快 向老三询问说 老三啊 你能掌管好转瞬即逝的现在吗 老三随即回答 不 请你公平的将现在分给我们三人 时间之神很是压抑 在我教导你的这段时间以来 难道就没有哪段时间让你感到特别的吗 师傅觉得很失望的问老三 老三这才勉为其难的开口 我喜欢的是众人入睡的那段时间 因为人们睡着的时候 既不会留念过去 也不会不安于未来 但是追忆幸福过往的人 没有必要想起来入睡的时光 对宏伟未来怀有梦想的人 也不会想要苦苦盼望睡觉的时间到来 更何况正在睡觉的人 意识不到自己陷入了沉睡 能力不足的我 又岂能出面说要掌管这段棘手的时间呢 听完这番话的大徒弟偷偷的嘲笑他 二徒弟真是有点吃惊 他们都觉得入睡这段时间是没有用的时间 不过时间之神欣然同意 要把入睡的时间交给三徒弟 我可以把你们掌管的时间当中 入睡的时间和要睡觉的时间打碎交给老三吗 神才开口询问 老大和老二就毫不愿意回答 当然可以咯 过了片刻三名徒弟拿着各自的时间离去了 当开始拿到未来和过去的老大和老二 非常满意神赋予的能力 专注于未来的大徒弟和他的追随者 忘掉所有至今发生过的无聊事 兴奋的筹谋未来 打算离开故乡 前往更宽阔的地方扎根 重视过去的老二和他的追随者也一样高兴 对于能够永远记得彼此的年轻美貌和温暖事迹 心怀感恩 然而 迷过多久就出现了问题 老大满脑子只有未来 不晓得有多少过往记忆被人遗忘 他们生活的地方开始蒙上一层层的雾气 在这个浓雾当中认不出亲朋好友 失去了和心爱的人共创的回忆 变成了伸手不见无止的人 连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憧憬未来都不记得了 更何况是要看见未来 二徒弟那边的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 他们被困在美好的回忆里 岁月流失 注定的驴骨 还有彼此的屎龙 他们都无法接受 心灵脆弱的他们泪流不止 泪水流到地底形成巨大的洞窟 内心柔弱的他们都躲进洞窟里面了 看着这一切发生的时间之神静静等待众人入睡 偷偷潜入他们背向月光的卧室 时间之神从怀里取出锋利的陷在碎片 牢牢握住 切下笼罩在入睡人们枕边的影子 然后时间之神一手拿着被切下来的影子 一手拿着空瓶子 来到外头 他先是将空瓶子一面装满大土地和其追随者抛弃的那些灰蒙蒙的记忆 接着拾起二土地和其追随者流下的眼泪 放在怀里 最后神在半夜偷偷拜访了三土地 师父 你三更半夜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时间之神默默将带来的东西一个一个放在三土地的桌上 一个是入睡的影子 第二个是装有被遗忘的记忆的瓶子 第三个是原地状的眼泪 你约猜到师父意思的老山问 我要怎么做才能用这些来帮助他们呢 时间之神没有回答 而是用手指甲哈睡低垂的影子夹入装了回忆的瓶子中 影子在瓶子当中不知所措 挣扎着想睁开眼睛 于是神往瓶子里滴了一滴眼泪 结果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 眼泪凝聚成影子的眼睛 影子睁开双眼 在瓶子之中的记忆之间动了起来 时间之神一边把装有影子的记忆和瓶子交给老三 一边说 人们入睡的时候 就让他们的影子带危险之霸 即便是聪明的老三也没听懂师父的话 你的意思是 要让人们睡觉的时候也能思考和感受吗 为什么这么做就能帮到他们呢 影子彻夜代为经营所有的经历 会像老二那样内心脆弱的人变得坚强 帮助像老大那样轻率的人 在隔天早上想起不该遗忘的事物 说完这话的时间之神 这才感觉到自己的时间快到了 看着逐渐淡去的师父身影 老三急忙地大喊 师父 请你再指点我一回 我应该怎么教导众人让他们明白 我连这个叫什么都不知道呀 时间之神微笑答复 他们不需要明白 不清楚反而更好 他们会自己接纳的 你至少替这个东西取个名字吧 是叫做奇迹吗 还是叫做幻象呢 就叫他梦吧 从此 你要让他们天天晚上睡眠 时间之神最后消失了 而像这本书的佩妮呢 她读完心情非常微妙 她后来呢 读完这本书之后呢 她隔天就跑去达勒古特白货 跟达勒古特本人面试 那当然呢 结果后来面试是成功的 不过中间达勒古特跟佩妮的面试 也有一些非常绝妙的对话 这个部分就留给各位 就是再去买书过来看咯 那辛西亚热可可在下一集 会再分享第一章节的故事 第一章节的故事非常精彩 我正在看 我觉得非常意犹未尽 我非常推荐大家买这本书 就算你是一个 只喜欢看工具书的人 我相信你应该也不会讨厌 像哈利波特那样的奇幻故事吧 这本欢迎光临梦境百货 就是这样的书 非常非常的有趣 然后也是我从未看过的 新影题材 我非常期待它能够 变成电影或是戏剧 我想应该是非常 受小朋友的欢迎 Netflix里面有一个叫 Stranger Things 这个影集 这个影集就是 也是很奇幻很奇特 就是在讲就是 上层世界跟下层世界的 颠倒故事嘛 然后里面有一个 超能力的女孩 跟其他四个小朋友的故事嘛 好咯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 今天晚上的 这本书的序曲 希望大家喜欢 我的频道的说书 然后也希望大家 持续订阅按赞关注 分享我的频道 晚安 喜欢今天的收听吗 欢迎你在 新西亚热可可频道上方 按订阅 关注 或是赞助我一杯热可可 如果有新的节目 就会及时通知你哦 让我们下集见 拜拜 拜拜